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英國時間晚上 主要是針對英國的觀眾 Live 今晚就在會員版 年費72英鎊 88元 歐元 130元 或者140元 護照 你開場之前入帳 你就聽到即日的 但這一集我主要是針對英國的觀眾 原因是因為很多謀論 英國政府剛剛推出了 Emmigration Rule 最新的 將BNO 納入 ETA 的範圍 一說起 ETA 人們 香港人對入境的事不太熟 很多時候被移民律師發表怪 或者移民律師聘請 鎖医牛鷹 KOL 發表怪 譬如說 ETA 可能回香港的時候 登不了機 回香港探生 當然我都不建議回香港探生 或者現在這些 最好不避免 不要讓地勤流行 你就要印出來 神經病 我印出來的方法 給你特區政府收集資料 但我覺得你表現什麼 我已經覺得蠻水 我告訴你 我已經覺得很瘋 真的很瘋 現在是謬的滿天輝 為何會那麼滿天輝 就是 始終看移民事業 有一堆移民事業 是很不甘心的 BNO visa 是很容易申請的 大部份的移民都可以 因為這個是 EA National 權力衍生出來的 其實基本上是居勇權的 那些問題 有關BNO 有居勇權 我已經在會員辦裡面 我不是在這裡說的 因為最近居勇權是有更新的 BNO 以往的已經沒有問題 所以 基本上 我所謂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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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現在有人是這樣的 我握著某些事情 來搞我的事情 我現在真的 將一切真相大白 我一定大部份 我不用客氣 但是你說 很多移民事 一定是想說到 BNO有很多問題 所以你們一定要依靠我 所以一定要給我錢 我賺 OK 呃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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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啊 你一定要給我錢 我賺 嘩 大哥 不是這樣 如果 你一定要給我錢 你賺 我覺得這個世界是很恐怖的 我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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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發表很多怪論 或者利用一些人對 ETA 這個 concept 不認識 就在這裡發表怪論 OK 幾個所謂流英 KOL 都有這個問題 他們跟移民的私人 真的 關係太好了 真的 他們說一些話 一聽就只是移民的私人 各說 移民的私人 又相信 好東西 OK 我就不是移民的私人 但是 我的狗病成醫 講得難聽一點 因為 你知道印尼華人的身份 是很特殊的 我是國籍人 後代有的 所以 我對這些國籍 我有一個很清晰的概念 我就覺得 這件事 是很離譜的 我覺得 對 ETA 的說法 有些交運 是故意製造恐慌的地方 但我覺得是沒有必要的 當然 我也堅持過 我不鼓勵回香港 我絕不鼓勵 OK 你那邊 不鼓勵回香港 因為 你不知道中國 某時候玩什麼 你不是玩陰濕的東西 還是玩封關 我也堅持會玩封關 劉政那些是死黑警 才會覺得是沒問題的 當然 劉政是死黑警 不死我 她老婆是黑警 我以來 罵她老婆是黑警 她不敢應機 很簡單 因為她就是死黑警 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 好了 什麼叫 ETA 你了解到什麼叫 ETA 其實 ETA 都是Visa Free的一種 為什麼我們叫Visa Free的一種呢 如果你是真的要Visa 我要批一個Visa 真的叫Visa 批Visa是一個 one by one的過程 就是你批Visa 你說BNO visa 是不是Visa 有時候 有時候 聽過有時候 大家都覺得 有些 是不是 還是一個 類似 歐盟自由行動權 因為BNO Visa 申請 如果是Visa的批審 角度 其實她也是一個 加長版的 ETA 因為她基本上 最基本上 你要付費用 當然 當然你說 Immigration Health of Charge 你可以當 Metal Insurance 你當Metal Insurance 你現在就明白 其實那塊錢 不是很大的 你的Metal Insurance 有基本的 criminality的事情 查一查 你有這個State 她就批評 其實很簡單 一約 其實你 ETA 其實是 你給錢 OK 給很低的行政費 她就 檢查 criminality 接著 你又告訴她 我未來兩年將會來 是這麼多的 我最初 畫完這個玩法 其實張伊 有發言過 但她也沒有意見 她還說 美國的Visa Waving Program 即免Visa 不是這樣的 因為美國 你Visa 我要審批 我要面見 要面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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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面見 永久 你一定會回到原居地 一定要有一個證明 所以 為什麼 那是Visa 就是Visa B1 B2 Visa 就是 墨西哥Visa 你給了Visa 特別的卡 Visa 為什麼是ETA 還是ETA 當然美國最兇的Visa 就是白莫達 白莫達和加拿大 白莫達和加拿大 直接是ETA 都不用 但是白莫達和加拿大是很不同的 它的關係很特別的 而且 他們白莫達 美國和加拿大 都是西半球行動倡議的成員 基本上 他們的資料是互通的 所以 它就可以這樣 我連ETA也不用這樣解釋 老實說 他們這幾個國家 也很少對 例如美國對白莫達 或者加拿大國民 或者加拿大對美國 或者對白莫達 它有很特殊的待遇 其實是當自己人 所以 我想的問題 不是真的那麼大 所以 你說ETA 講得好像是一個新的Visa 我心問你認識 你知不知道 甚至你說BNOVisa 那是否真的Visa 有些懷疑 那是Fed-out Movement EU的Fed-out Movement Fed-out Movement 是不是一個Visa 不是 只不過 有人說 叫Visa 叫Visa Jasminison 英國香腸 British Sausage 不是 British Sausage 你喜歡怎麼叫 但它本身不是很Visa BNOVisa 本身不是很Visa 因為 你仍然有一個 Immigration Control 你仍然是不理想的 因為 你最好就是 任何英籍獲民 都不需要有Immigration Control 只不過 你以BNO的權力 就已經是很鬆 其實是比BOTC低一點 因為BOTC 每個BOTC都印著本BC 現在是這樣的 所以 是低一點 但問題就是 都仍然是 其實已經是大致上 我當然不算 例如 特區護照 我 特區護照 拿BNOVisa 那些是很特別的 特區護照 我BNOVisa 那個 Logic 其實好像 組織簽證 或者有點像 EA Firmware Permit 那些是一個Permit 但那些已經是一個很鬆的Permit 我也是覺得 很鬆很鬆 OK 好了 我講了這麼多這些 如果你知道 ETA本身 首先 你很清楚 其實 你是 有人說 要印出來 這個神經病 BNOVisa 是 彭代 永遠代 EVisa Vision 產品 當然 它是用EU 電話系統發射出來的 但是 最終 你不需要印出來的 所有東西都不需要印出來的 甚至 這個 ETA本身 某程度上 我覺得它的作用 像 你不如說 像一個 Rending Card 它取代以前 Emmigration Act 1971 裡面 對Emmigration Arrival Card的要求 因為Arrival Card 也不知道怎麼保留 是 Remerge 那些東西 我們現在 可以用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保留 你拿著 英國公民護照 免簽入境 或者加拿大 免簽入境 你仍然是要填 Arrival Card 去年都自用了 我現在不知道最新的情況 為什麼 我都整年沒有去 Arrival Card 你拿著Arrival Card 那個是容易搞的 你都要填 你飛機上要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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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說 BNO電子台証 要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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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 便是直接 接著 最後 出境 因為 他會收走你 電子台証 那 電子台証 當年 華巴 拗卡 的一個角色 給台灣的政府傳蕩 就是這樣 出境入境卡 一次的傳蕩 另一個都是這麼難 所以你是不需要印出来的 我为什么要印出来呢? 你最多是在机场托行李的时候 你最多是给地人看的 B&O Visa 应该什么时候都留在 而且B&O Visa 也不需要 ETA 因为 ETA 只适合没有任何 Visa 的情况 你有任何一种 Visa 都已经不需要 ETA 就是EU 而已 你现在都会将会行 ETA EU 也说明的 如果你不需要登记 其中一个条件就是 你有任何认识欧洲的 Resonant Permit 或者 Resonant Card 你就已经不需要的 那么简单 你要留意一下 很简单 B&O Visa 其实是不用 ETA 也不需要印的 其实地勤看就只是看 你有没有那封 Visa 信的 E-mail 那你有 Visa 信 或者有 Biometric 的 Resonant Permit 有些人有 你就完蛋了 不好意思 你用什么 你用什么给你那些地勤我张纸 我觉得你印张纸出来 是不是方便某些 如果地勤收到那张纸 那你可不可以拒绝呢 方便特级政府所集资 有些人说话 那些讹识 是我非常可怕 成績巴名 是有些 真的 你记住 在网上 有很多不知是哪里的 石頭爆出来的 很多其他怪物 很多 你要很小心 去转页这些资讯 就是网上的资讯 那种危险性 就是因为 中共产党是会利用 网上资讯去误助公主 但BNO Visa 就是不需要 ETA 的 这是很肯定的 例如欧洲的 ETA 都是 如果你有任何国家的 Resilient Permit 或 Visa 你就不用 ETA 的 因为 ETA 某程度上是免签的才能用 你会有了签证,你需要什么 ETA 的 这个时候是灯的 所以和辑很清楚 和辑很清楚 而且讨论方向也是错的 因为你支持的讨论方向是 你不能争取公平的 但你只要移民的施质 移民的施质是很介维BNO Visa 出现的 因为以前的移民律师 就是用一些人对英国的Fantasy 就在这里困人 就是说你一定要付钱 我去帮你做ABCDE 但BNO Visa 简单到 就是人人都很懂得做 就是你自己做得 那你移民律师突然就没有了生意 因为他们习惯了香港人生存 他们习惯了 所以我看到有些所谓的流英KOL 他说的东西是摆明是移民律师说的 就是说我真的是跟移民律师说的 但是移民律师说的 移民律师说的有信 你知不知道那些 针对BNO移民律师是什么了解 那些 我不应该这么针对移民律师 因为移民律师应该是帮人的 那问题不是的 现在有些大家有没有共同 对吧 这个大家懂得看的 这个不是不懂得看的 那就好了 如果我们争取的方向应该是什么 有两个方向 因为现在可以跟BOTC 看齐 不用ETA 因为BOTC 不用ETA 当然BOTC 不用ETA 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BOTC 大部分现在新的BOTC 都是现在 访问移民律师说的 Defactory 因为Defactory 因为现在他们多数有 英国公民护照 即是他们有一本英国公民护照 一本BOTC BOTC 好像直播鹅驼那些 因为他们的直播鹅驼 护照有EU-RICE 暗的EU-RICE 英国公民护照没有EU-RICE 现在脱口之后 但有些就是 例如白梦达 开盟群岛那些 那些比英国有钱很多 那些英国人会over-stay 如果英国人过个人去那里 一定会恶寻 即是他们为了防止人 涌过去恶寻 他们变成殖民地 是宗主国国民 你听过来都很想说 这并不是很荒谬 因为英国总体来说 前殖民是比较有钱的 另一个方向就是 全民意机 因为现在 ETA 其中一个目标 就是要取代那些 staff 因为ETA 如果在初步審过 那些人可以的话 你是不需要那么多 你其实可以 扩大E机的使用範围 那你比如 香港人的情况 你相当部分的BNO 已经是有BNO Visa 好吗 然后平均来说 那些人都应该是 会 即是怎么样 整天都出去旅行的 很容易的 那我实际说 你没必要 对不对 即是为了折散人手 折散公帑也是这样 因为在ETA 你有了初步搜索 之后 你对那些可靠的国家 那我就不断放你 如果你是这样 你争取BNO E-机 就会变得很吸引 即是E-机进来 亦都省时间 亦都省英国Border Agency 很Border Force 大家都知道 其实Border是很贵的 现在 新加坡 现在全民都E-机 在新加坡 我们要省人手 我们全民E-机 你省人手 省很多 但我们那些全都是钱 我经常都说 你现在在英国搞六种 级别国际 其实是狠狠的 最终是 因为令到HMPO很膨胀 HMPO浪费很多钱 即是你护照收回来的钱 是回不了本 在海外发的护照 那你何必呢 一样 如果你从这个理论去看 你就明白 为什么 你应该 要是争取全民E-机 全民E-机 全民E-机 对大家都方便 全民E-机 你英国护照的人 即是拿着BNO的 你就可以 或者有BNO Visa的 非英国人 即是特区护照的人 你可以不断进去 那其实是省很多钱的 即是 简单来说 就是 你省时间入境 政府也省 不少人手 是要做 要做 因为你知道 All Passport 是好位虚行的 有时候 我见到Hevo All Passport 我就这么崩虚 因为 我说 All Passport的人 多很多 如果香港人多用Terminal 5,就更加人本迷惙 我相信歐洲的Terminal,通常我用Queen's Terminal 就少了這些問題,已經沒有實際 歐六的多數都是用Terminal 2、Terminal 3 如果是ETA爭取BNO E-機器的問題得到解決 那不是更好嗎? 當然,至少每個BNO都會有E-機器 你不是說回香港會很麻煩 我就會懷疑你那些所謂劉英KOL會說什麼 我會懷疑的,很懷疑的 雖然我是BC,但你知道我做過國際人球 因為你知道引起爬話 我不會在一個充滿問題的分等級國籍法上 找出一點光榮的事,一點都不光榮 是不應該出現的 當然,你也知道現在 你移民的私人心有不甘 但是你心有不甘 你都不能夠說話太過分了 你看到中國現在都見逢插針 英國有什麼壞事,就放大10倍 中國有什麼壞事,就縮小20倍 你這個是不是一種合乎真相做法 當然不是 但是這就是今時今日的問題 今時今日的問題 我馬上說一下 所以我想,如果是ET的問題 其實你給地勤看你的信是可以的 最終目標就是BNO Visa Holder是E機 接著可能是BNO護照 我不管什麼情況都是E機 剩下的就是特區護照 即是香港出生的 父母是1997年之後才來的 那些應該要收緊管制 但是我會覺得 加上就是現在司機員請呼費 但是世事訊息慢變 如果突然有BNO要平權的話 你都不會意外的 因為 你會說BNO怎麼會平權 我心想 如果不會平權的話 就不會有BNO Visa 雖然BNO Visa 我都覺得時間用得外了 其實最終應該是全部BC就算了 其實英國人都不反對 BNOD Holder是BC 因為他們覺得 你都拿著英國護照 為什麼沒有英國公民的距離 其實你真的知道 英國的政客是很無恥的 但是Anyway 總之以後 你聽到一些奇頭怪論 你一定要提供英國 因為現在太多人 因為網上是一個很沒有網管的平台 如果你的腦袋不夠專門 很快的話 你就會給好伴好一點 好伴有的是錢 他們有的是假戶口 去推出 這個就是一個很悲哀的事情 但是現實就是這樣 總之一件事 我也是說一句 你不如借這次機會 儘快搞定BNOE機這個問題 你走ETA的時候 應該就給BNOE機 應該是這樣的 問題就是 沒有人有這個牙力爭取的 這個很重要 就是這個牙的 這些就是你不願意為整個公眾好 但是你也知道 香港很多人都 要是要有閃光燈 要是要貪淺事大一啟 這就是很悲哀的事情 好了 這一集我講到這裡 真的很少在Youtube放BNO的 下一集就Live Live再見 結果現在已經不見了 就算你挨開掃之前 只要過了截塑 應該是立即在聽到的 總之有關BNO的事情 如果我是沒有條件 我都不會公開說的 我還是不會公開說的 這次真的是太過份了 這次我對vG 要言或中得太離譜了 所以我不可以不公開說的 這個是有緣無的 好了,這一集已經到這裡了 下一集會員版的觀眾就等一會再見了 至於非會員版的觀眾就明天再見了 OK,那我講到這裡了